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摄像线分泌糖P主激素过多引起的一组症候群 主要表现为满月脸水牛背 我们叫向心性肥胖 还可以帮有高血压 皮肤指纹 甚至出现月经不调 月经腕乱等症状 第二个疾病是四格细胞瘤 是摄像线随制的四格细胞分泌过多的摄像线素 去打成像线素以及Ultra氛氛的激素 导致的症候群 这种激素主要的作用是让身体紧张 比如说人在夜路里突然受到一个惊吓 心率会增快 身体会非常紧张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四格细胞分泌 释放大量的摄像线素 去打摄像线素引起的 所以这种疾病会导致高血压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高血压 同时可以合并出现大汗还有头疼等症状 摄像线的第三个疾病是 云发性全乌酮增多症 这个名字有点长 我们习惯称之为源泉 它的疾病是由于摄像线皮质 分泌大量的全乌酮这一类的盐皮质激素 这类激素的作用是让身体保纳 保水 抬甲 所以它的作用最终的结果是水纳出流 还有血钾降低 水纳出流的结果就是身体里面血管里的血液更多了 所以导致高血压 同时满有低血钾 而低血钾患者的主观症状是一个周期性的麻痹 就是活动后下肢无力 所以源泉的表现是高血压 低血钾 三种类型的血压性疾病都可以导致高血压 它们引起高血压的机制是不完全一样的 在事件准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患者的自我感觉也不完全一样 所以在诊断的时候要尤其加以鉴别